俄文的再度动刀季后赛确定无法上场 资料照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晋级季后赛的地赛尔提克面临艰巨挑战 明星后卫俄文 Kairi Evin因左西西郡感染区再度开刀 本季剩余例行赛与季后赛都无法上场 预计的休养4到5个月 每每指出绿山均可能会签30岁的自由球员 J.吉布森 Jonathan Gibson之源 赛尔提克今发布声明 宣布俄文将于美国时间周六进行另一次左西手术 移除病骨的两根螺丝 因为上周俄文开刀取出固定病骨的钢丝时 发现螺丝有细菌感染的迹象 所以必须移除螺丝以彻底解决感染问题 俄文于2015年求基因病骨骨折 耻辱螺丝与钢丝固定协助愈合 邱团表示俄文的病骨已完全愈合 软骨与韧带也没有损伤 预计休养4到5个月后就能完全康复 以更强壮的姿态回归球场 俄文稍早在个人IG上贴文书发心情 贪言地接受生命中难以控制的突发状况是最困难的 虽然职业生涯被迫暂停片刻 但他决定把一切视为考验 坚信今年球季只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缩影 号召球迷在季后赛进场为塞尔提克加油 体验绿山军的强大韧性 塞尔提克本系商情惨重 还莫得Gordon Hayward 第四 Daniel Feuys 因商整计报销 史玛特 Marcus Mott 手伤未遇归期未定 今天传出俄文确定缺席季后赛 绿山军本系夺冠的赔率 以从1赔20跌到1赔80 称霸东部的赔率则从2赔9掉到1赔20 总管安琪 Danny Ainge认为 虽然球队痛失大疆 人会在季后赛毅力不摇 因为这个赛季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们在开季失去海沃德 大家有所因应 风凶化疾 就算现在是俄文不能打 我们的心态是OK 我们就从这里一鼓作气冲了 安琪说强调伤兵是球队 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好受 但球队可不打算就此放弃